高雄市長韓國瑜今天上節目的時候自爆 聲稱國際知名的美國漫威公司 覺得他的故事非常的神奇 因此想要把他的奮鬥過程變成漫威的漫畫 不過這樣的說法高雄市政府趕快就做了澄清 強調找上門的是前漫威成員 現在已經是另外一間漫畫公司的執行長 叫做David Martin 雙方正在洽談合作 英雄電影習整全球現在有消息傳出 漫威也找上了高雄市長韓國瑜 想把他的奮鬥過程變成漫威的漫畫 漫威公司來了一個合作者 他說這個故事 我的故事非常神奇 他們想要漫威來發表我的故事 漫威 秀出對方準備的畫像 招牌秃頭加上藍襯衫 扯開胸前的鈕扣 露出中華民國國旗 看起來超霸氣 我離開政治十幾年再回來 他們覺得是一個非常奇特的 但他們不想要政治心那麼強 只要是闡述奮鬥的過程 他們想變成漫威的漫畫 有網友立刻思緒漫威官方臉書 但對方卻回應完全不知情 高雄市府趕緊澄清 強調找上門的是前漫威成員 現在已經是另一間漫畫公司的執行長 David Martin 雙方在洽談合作設立漫畫遊戲孵化器 不過現在又有網友上網搜集資料 質疑David身份 疑似是公關公司人員 韓國瑜節目上本來只是想秀出英雄畫像 沒想到卻引發一連傳風波 記者綜合報導